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 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因阿里巴巴计划出售股权而暴跌 Enter Miami将于明年2月将东京列为梅西巡回赛的一战 日本的SBI证券应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操纵股价而面临处罚 越南爱情与战争指南 政治简报 沃泰华将CBC在谷歌1亿美元资金中的份额限制在700万美元 请大家收看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因阿里巴巴计划出售股权而暴跌 彭博社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的股价下跌了8.6% 原因是阿里巴巴宣布计划减持该公司的股份 小鹏汽车的股价在阿里巴巴子公司淘宝中国控股表示 打算出售2500万股小鹏汽车的美国存托股票后下跌 这相当于价值约3.9亿美元的股份 这两家公司此前曾合作开发自动驾驶能力和车载支付功能 小鹏汽车上个月报告了超出预期的第三季度亏损 预计今年出货量将不足15万辆 Enter Miami将于明年2月将东京列为梅西巡回赛的一战 雅虎 2024年2月7日 由庄阻力领军的国际迈阿密队将在东京对阵日本冠军神户胜利船队 这场比赛是继前赛巡回赛的一部分 还将在香港和丽亚的进行其他比赛 国际迈阿密队的首席商务官塞维尔·阿森西表示 球会期待与东京的热情足球社区交流 并为全球球迷带来喜悦 神户胜利船队是安德烈斯·伊涅斯塔的前俱乐部 他将参加这场比赛 与他的前八赛队友梅西、布斯克茨和阿尔巴重拒 日本的SBI证券应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操纵股价而面临处罚 日本的证券监督机构建议对SBI证券 日本最大的线上券商处以惩罚 原因是发现该公司操纵其承销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的开盘价 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指责该公司 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9月期间操纵买单 以保持开盘价高于其初始发行价 人为的创造市场并扭曲公平价格形成 金融服务厅将考虑采取停业处分等惩罚措施 越南爱情与战争指南 彭博社 越南成功地在东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航行 通过保持不结盟政策并利用与美国 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关系 这种被称为主子外交的策略 使越南能够在这些国家之间游走 同时追求自己的经济议程 越南已经与美国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提升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协议 展示了其能够与竞争利益进行接触并繁荣的能力 有证据表明 贸易和商业可以帮助维持国家之间的和平 但必须伴随有效的军事能力 仅仅依靠经济制裁在过去阻止侵略方面 已被证明是无效的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所看到的那样 虽然贸易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威慑作为支持 例如 经济制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影响有限 中国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经济制裁的威胁 而被阻止入侵台湾 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的态度 对其成功至关重要 通过追求独立的外交战略并步与美国结盟 越南避免了菲律宾所经历的中国的强硬回应 合作而不是冲突 一直是越南与竞争利益接触的一个明确特征 使其能够在持续争端中繁荣发展 政治简报 沃泰华将CBC在谷歌一亿美元资金中的份额限制在700万美元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在 网上新闻法下的资金份额限制在700万加元 54万美元 而广播公司在谷歌承诺的一亿加元中最多只能获得3000万加元 其中近三分之二的资金将用于文字媒体 包括报纸 为了有资格获得谷歌的资金 新闻团体需要证明他们的内容可以通过谷歌搜索获得 上周五公布的 网上新闻法 最终规定是在遗产部长帕斯卡尔、圣、翁日和谷歌之间数月的谈判后制定的 该法律将如何实施 限制CBC Radio Canada和广播公司获得的金额将确保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各种新闻业务 包括地方媒体和为法语和土著社区提供服务的媒体 谷歌将有选择将资金支付给由新闻业务运营的集体基金 该基金将由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监管分配资金 中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崛起 因为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南华早报 为了应对香港对于网络安全人才的需求增长 中国内地的网络安全公司正在扩大在香港的业务 其中一家中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 齐安信将在香港科学园建立一个研发和人才培训中心 该园区还将聘请该公司帮助初创企业进行网络安全工作 北京诚信科技 一家为企业提供网络安全培训的公司 也将于明年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今年 香港的几家组织遭受了网络攻击 美中接触是一个道德使命 香港论坛被告知 南华早报 根据香港的一个论坛 美国和中国应该将参与视为一种道德责任 并在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时建立更大的信任 该活动的发言人警告说 下个月的台湾选举等事件可能会对两国关系进行考验 他们强调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增加沟通 认识到全球局势的变化 发言人还讨论了智库和公民社会在促进两国之间沟通和信任方面的作用 对于中国斡旋达成的缅甸停火协议能持续多久存在疑虑 南华早报 根据观察家的说法 中国在缅甸统治均和地区叛乱分子之间斡旋的停火协议可能不会导致持久的停火 因为叛乱分子决心为自治而战 然而 中国可能会继续介入缅甸北部 以恢复稳定并保护其边境 同时消除影响中国公民的网络诈骗活动 中国和缅甸共享2000公里的边境 战斗已经逼近中国的边境城镇 并导致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缅甸 香港土地招标只收到一份投标 可能会被撤回 南华早报 预计在2019年第四季度 香港唯一可用的住宅用地只收到一个投标 并预计将被撤回 因为高利率还为消化的供应阻碍了开发商 信和置业是位于大宇山的1.9公顷的快的唯一投标者 预计可建造110个住宅单位 这种冷淡的反应是继去年土地销售不佳后的又一个例子 截至11月份 土地溢价收入目标仅实现了14.2% 新任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接手未完成的任务 路透观点 香港交易所,HKEX,前首席执行官Nikolas Eggson 在吸引大型企业上市和多元化业务方面遇到了困难 尽管1月至9月期间净利润增长了31% 但在哥森任期内HKEX股价下跌了超过40% 他的继任者Bonnie Chan面临着应对市场波动 和投资者对中国的厌恶的挑战 Chin的主要任务将是继续哥森的努力 多元化业务并吸引更多企业在交易所上市 然而,这项任务的成功仍然不确定 京东将在北美和欧洲提供快递服务 南华早报 京东物流,JD Logistics,简称JDL 推出了一项跨境快递服务 为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和广州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该服务将允许个人将包裹计送到包括美国 加拿大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欧洲国家在内的23个国家 JDL计划扩大该服务覆盖更多的中国主要城市 此举是继该公司于2021年10月 在香港和澳门推出快速递送服务之后的又一举措 京东和竞争对手阿里巴巴正在寻求海外增长 以弥补中国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 香港的新庙街市场已街头美食和文化元素开幕 南华早报 香港的庙街夜市已重新开放 提供当地美食和自拍点 以促进城市经济 这个市场有22个美食摊位和10个摊位 提供各种菜肴 包括点心和牛杂盾 为其6个月的活动 还将提供土耳其咖啡和法式羊排等一国美食 该市场旨在提升庙街的整体氛围 并使该地区恢复活力 组织者还为供应商安排了储物空间 并将派遣巡逻队保持该区域的清洁 减少噪音 Inter Miami的比赛可能会与亚洲杯撞棋 但香港还会在那里吗? 南华早报 香港足球队主教练约恩·安德森表示 他对在亚洲杯决赛期间与迈阿密国际友谊赛没有意见 亚洲杯决赛将于2月在卡塔尔举行 而有一赛将在8强赛之前进行 香港是本届比赛中排名最低的球队 能够晋级8强将是一个惊喜 纳奥米·奥德曼谈到中东 人工智能和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起游历北极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力量 一书的作者纳奥米 奥德曼最近接受了《环球报》的访问 谈到了他的新书、未来 以及对人工智能、AI的看法 奥德曼的最新小说探索了三位亿万富翁开发AI程序 来预测环境末日的故事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可以独自在各自的地下掩体中生存下来 奥德曼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指导下》接受了培训 他表示他认为AI是一个工具 不应该被当作神或占卜者对待 他还对在语言模型的训练中使用AI表示担忧 认为未经许可使用作家的作品是一种盗窃行为 奥德曼的小说《未来》 被描述为对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合理探索 香港对特定活动人士悬赏10万英镑 承诺将追讨到底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和美国批评香港当局提供100万港元 约13万美元的奖金 以换取有关5名海外活动人士的逮捕信息 这些人包括前英国领事馆员工郑文杰 在国家安全法实施后逃离香港 该法针对亲民主运动人士 郑文杰在中国被拘留和受到虐待后获得英国庇护 他在推特上回应了这些指控 表示如果追求民主和自由是一种罪行 他乐于接受指控 英国称香港的举动是对我们民主和基本人权的威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常驻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新闻 首先是关于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的股价下跌 原因是阿里巴巴计划出售该公司的股份 这对小鹏汽车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也许这是市场的一种调整 投资者需要重新评估这家公司的价值 接下来是关于国际迈阿密队将在明年二月的梅西巡回赛中对阵神户胜利船队的消息 这将是一场令人期待的比赛 也是球迷们的一大惊喜 我们期待着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足球的激情和喜悦 然后是关于日本的SBI证券可能面临处罚的消息 原因是他们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操纵股价 这给我们提醒金融市场需要有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市场的稳定 接下来是关于越南在地缘政治局势中的成功航行的消息 越南通过保持不结盟政策并利用与各大国的关系 成功在这个复杂的地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需要有明确的外交战略 并能够与竞争利益进行接触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繁荣发展 然后是关于加拿大政府对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在谷歌资金中的份额限制的消息 这对于加拿大的新闻业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以确保资金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及各种新闻业务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崛起的消息 随着对网络安全人才的需求增加 这些公司正在扩大他们在香港的业务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香港的网络安全水平 然后是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 一个论坛表示 美国和中国应该将参与视为一种道德责任 并在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时建立更大的信任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然后是关于中国在缅甸停火协议中的斡选的消息 这可能不会导致持久的停火 但中国可以继续在缅甸北部发挥作用 以保护自己的边境和利益 接下来是关于香港土地招标的消息 由于高利率和未消化的供应 预计香港唯一可用的住宅用地将被撤回 这提醒我们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很脆弱的市场 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和管理 然后是关于香港交易所的新任行政总裁的消息 它面临着各种挑战 但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交易所的多元化业务 和吸引更多企业在交易所上市 接下来是关于京东在北美和欧洲提供快递服务的消息 这将使消费者能够方便地从中国向其他国家寄送包裹 这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是关于香港庙接夜市的重新开放的消息 这将为香港带来更多的游客和活力 并为当地的美食摊位提供更多的商机 最后是关于纳奥米、奥德曼的新书、未来 以及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的访谈 他强调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 应该被正确地使用 这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项技术 并确保它不会损害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 以上就是我对一些新闻的观点和分析 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观点 请随意提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